这个水平是凉的 跟这个水平是美的 这两个判断有没有区别 我这么这么一问 可能大家想不出来 但是康德对这个问题 他有他的一个认识 而且是后来 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个认识 什么呢 就当我说这个水平是凉的的时候 我只是在说我个人的判断 我不要求你也认同它是凉的 我说这是凉的 那这是我的判断 你说老师这个不凉 这是热的 好那你认为你热就热 我认为凉就凉 没有任何问题 但当如果我说 同学们这个水平特别美 我其实在期待着 别人也认为它美 如果我说 同学们这个水平特别美 然后有一个同学 老师美个屁 我会什么感觉 我会很生气的 你给我出去 对吧 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经常有这样一个经验 别人说 你看这个电影多好 推荐你看一下 然后现在你把你喜欢看的电影 推荐给别人看 看完了以后 你会说垃圾电影 你什么感受 你很生气对吧 你想跟他较真对吧 以我个人经验 我告诉大家 以后在跟别人讨论话题的时候 你们会经常涉及到审美方面的问题 电视剧等等等等 甚至明星娱乐八卦 都会涉及到我们 一个基本的经验 聊天时候 不要否定别人的审美 虽然哪怕你已经很不能忍受了 但是不要轻易否定 因为否定完了之后 你以为你能改变它吗 改变不了 到最后的结果 就是你俩争吵 越来越升级 越来越升级 到最后以什么去结束 互相拉黑结束 你要知道审美这个东西 是一个人从出生到现在 全部经历的总和 这个总和建构了他的品位 我喜欢谁谁谁 这个品位 当你一下把他这个品位给否定的时候 你不光是在否定他喜欢他 你在否定他前半辈子这一生 那他当然不能同意 他当然要跟你争一争 而且他当然不能认同你的思想方法 而美这个问题又没有绝对的标准 到最后结果就是 你俩必然是以拉黑绝交为结果的 就像我一种散布 那你这一种散布